马云九总统这次出访的重头戏 就是要到宏都拉斯参加新任总统 燕南德兹的就职典礼 其实燕南德兹的女儿 现在正在台湾的淡江大学念研究所 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何一芳 何一芳说父亲常常想要来台湾看看 但是碍于政务繁忙 所以她来台湾念书 刚好是实现父亲的梦想 我叫何一芳 这位落落大方的宏都拉斯美女 可是宏国新任总统燕南德兹的大女儿 现在跟弟弟一起在台湾求学 去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何一芳 今年26岁的何一芳来台一年多 目前在淡江大学念研究所 有宏国律师的资格 曾经在宏国的最高法院任职 我爸爸常常说 他有一个dream去台湾 可是他的political career 他不能去 所以我觉得他是leaving his dream through me 不只替父亲实现梦想 何一芳也在台湾碰到了真命天子 也就是尼加拉花籍的男友 他以前就在宏都拉斯 可是我们没有 还没认识 我们在台湾认识 所以我们有缘分 大家好 我是索托 中方民国海军官校 我毕业的 跟何一芳一样 远渡重洋到台湾求学的 还有他 就读海军军官学校的索托 26岁的索托 才来台湾念四年书 中文就说得呱呱叫 当初会选择来台念书 可是有因缘的 我小朋友的时候 我有看什么 很多东西说 美临台湾 所以我有这个想法 台湾可能是很棒的一个地方 我们海军给我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 我都会说好我要去 无论是挺拔的海军军官 还是第一家庭千金 都跟台湾有着深厚的渊源 也替台湾两国的关系加分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道